他在垃圾场发现了一个名牌钱包 打开却发现里面还剩一叠钞票 他不动声色地揣进兜里 紧接着招呼好友跟他离开 他们找了个无人的角落坐下 拉斐尔轻点着钞票金额 随手分给好友200块钱 然后继续翻着钱包 一张名为何希的身份证和一张过期的动物彩券 以及一把钥匙辨识钱包里的全部 可就是这三样物品 却意外让他日后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千万富翁 没过多久 一大批警察赶到垃圾场 并悬赏每个拾荒者20元来找这个钱包 不明真相的加多上前和警察搭讪 在得知他们是在找一个钱包 而且还有额外的1000元报酬后 他面色一顿 随即转头看向拉斐尔 见他没有任何反应 加多也没有暴露他们捡的钱包 就在警察感到无趣准备离开时 煮饭的老妈子却差点暴露了他们 但好在警察只是略带疑惑地看了一眼 接着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晚上加多提出上交钱包去领1000元的赏金 可拉斐尔却不同意 钱包里一共才只有几百块 然而警察却开价1000 显然他们要的是别的东西 况且今天警察能出价1000块 那明天就有可能提高到2000 无论如何现在都不是上交的好时机 由于担心警察来搜房寻找 他决定把钱包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他们跳下肮脏不堪的水时 一路走到尽头的下水道 而在下水道的内部 竟是一名瘦弱南海属地的住所 因为他每天都是臭轰轰的 加上患有恶心的皮肤病 所以没有人会来他这里搜查 然而鼠弟开口就要500元的报酬 显然他也从警察那打听到了消息 拉斐尔无法接受他的狮子大开口 他拿起钱包刚准备离开 鼠弟却叫住了他 就这样三人乘坐火车来到市里 因为担心被警察发现 他们选择了更加隐蔽的地下通道 在一处通风口 他们看见了钥匙所对应的储物鬼 但如何避开警察却成为了难点 最终加多自告愤怨 他猛地一下冲出铁网 然后随便找了个路人抢他的包 果然不远处的警察闻声赶来 他们趁机扒开铁网 第一时间跑到储物柜前 用那把钥匙打开了柜子 但可惜的是 柜子里却只有一封信 他们来不及查看上面的内容 便匆匆跑进了回家的列车 拉斐尔把头伸出窗外 大声呼叫着加多 正当两人为他的安危担心时 加多却突然从另一边钻了进来 就这样三人有惊无险地 完成了这次行动 加多迫不及待地拿过信件 却发现这只是何希寄给囚犯的一封信 而他们殊不知这封信 即将改变他们的命运 为了搞清楚警察看中这封信的原因 他们悄悄潜入教堂 用神父的电脑搜索信件上的名字 发现那名囚犯是个律师 专门替穷人打官司 是个反对贪腐的激进分子 可惜后来被掌权者关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 警方召集了所有侍荒者搜找钱包 而弗雷德却敏锐地发现 之前和他搭话的两个孩子没来工作 这让他瞬间起了疑心 当晚便派人悄悄掳走了拉斐尔 等加多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他连忙找到神父寻求帮助 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到警局 神父拿出照片要人 警员却对他置之不理 愤怒的神父趴在铁门上 大声喊叫着拉斐尔的名字 两人就这样无助地坐在警局门口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拉斐尔的确不在这里 弗雷德把他带到了一条无人的街道 然后让手下给他套上麻袋 随即扔进了后排的座位 他们踩死油门 在空旷的街道上 向一条蛇似的左右摆动 拉斐尔的身体就这样一次次被甩飞 又一次次被躺回来 等警车停下来后 他已经被撞得头破血流 这时弗雷德才不紧不慢地 问起钱包的事情 听到这个问题 他再次选择了沉默 弗雷德叹了口气 接着让手下带走了他 这回他们把拉斐尔关在了后备箱 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折磨 等警员在打开后备箱时 他已经虚弱地奄奄一息 弗雷德向他慢慢靠近 说出了钱包的主人何希 早已被他们折磨至死 如果拉斐尔不说实话 那他将不和希的后尘 可他心里十分清楚 只要说出钱包的下落 他的两个伙伴都会受到牵连 这下弗雷德再也没了耐心 当即让手下解决掉他 自己则坐车离开了这里 警员抬起手枪 但下一秒却打向了旁边的空底 对一个14岁的孩子痛下杀手 他们终究是无法办法 就这样拉斐尔幸运地捡回一条命 第二天他在路边被拾荒者发现 众人马不停蹄地把他抱到教堂 神父一边给他缝合伤口 一边暗示他们如果捡到钱包 趁现在还有机会就赶快交出去 但他们为了钱包后的秘密付出了证明 甚至还差点丢了姓名 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呢 等神父走后 几人陷入了迷茫 他们目前的线索就只有一个囚犯的姓名 看来是时候寻求外援的帮助 他们找来神父的助手 表示拉斐尔现在十分危险 他需要一名专业的律师起诉警局 但一般的律师根本不敢接证 恰好加多有个律师爷爷 只不过现在被关进了监狱 助手很是疑惑 为什么要找到他来帮忙呢 加多无奈地回答他 就这样助手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他跟着加多来到了监狱 尽管有白人身份的加持 他们仍给了警卫500块钱才顺利进屋 但好在他也如愿地见到了那名囚犯 一开始对方还并不信任他 以为他是来这儿老好处的 直到加多说出了何希的名字 老头才变得严肃起来 随后加多把信里的内容 一字不差地念给他听 旁边的助手这才意识到 面前的老头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几年前赫赫有名的反腐领导者 他则是陷入了一场 对抗腐败权贵的漩涡之中 听完信后的老头很是激动 连忙让御警帮忙拿来自己的圣经 但御警却已探监时间过长拒绝了 并表示第二天可以让他们来拿 自己那事亲手交给他 老头见状也没办法 只能先告诉加多圣经中的秘密 是一条文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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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个笔记 我们用来寄出一条文件的秘密 用我的笔记 找到我去找到我 你必须找到我 帮助我们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拉斐尔两人同样颇有收获 他正带着属地前往市中心 连来昨晚在被折磨期间 他意外听到了副市长的名字 显然这次事件跟他脱不了关系 于是两人摸进副市长的住宅 试图找出一些线索 不料才刚翻进院子 就被管家给发现了 但对方看他们穿着简陋 瞬间起了怜悯之心 不仅没有告发他们 还好心地将其带了出去 闲聊中他们竟得知 何希曾是副市长的心服 可却在两天前 偷走了副市长上千万的现金 和行贿账本 事后他将其装在冰箱 并在第二天让搬运工人拖走 就这样上演了一场完美的偷盗 晚上众人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 发现只有拿到圣经 才能解开谜团找到冰箱 但那名狱警在加多临走前 提出要一千元交换 这下去让众人犯了难 他们齐刷刷地看向助手 可助手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他提出先录下他们的故事 然后再去想办法 此时的众人还不知道 副市长已经收到他们去监狱的消息 他连忙打给弗雷德 让他赶紧去处理掉这些孩子 没过多久 拉斐尔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警笛声 三人连忙夺落而逃 可惜助手不幸被抓走了 警方临走前 甚至还烧掉了整个垃圾场 拾荒者们无家可归 纷纷涌进了教堂 情急之下 蜀地摸进神父的房间 偷走了他柜子里的现金 有了这笔钱 他们终于可以取回圣经 第二天加多面见了狱警 可他刚拿到圣经准备离开 狱警却起身抓住了他 不远处的便衣也不再藏匿 加多掏出弯钩划伤了预警 随即利用厨房险峻的地形逃到天台 然后再把圣经扔给鼠地 警察见状立马改变目标追击他 这时拉斐尔骑上脚踏车和他接力 鼠地一个飞抛把圣经扔进车里 就这样三人把警察耍得团团转 警察气得对着他们开枪射击 不料反被拉斐尔一顿弩骂 事后他们逃到一栋烂尾房 加多出去寻找食物 剩下他们俩在这破译密码 根据彩券背后的数字 一个一个核对圣经中的叶树和杭树 加多来到隔壁街区 从垃圾堆中翻找着食物 一旁的女孩看他长相俊巧 主动上前和他搭讪 正在他们聊得兴起时 一辆辆警车突然冲了进来 加多赶忙拔腿就跑 显然他们的行踪已然暴露 由于楼道里的警察太多了 他只能铤而走险爬墙上楼 终于在警方赶到的前一刻通知了笼板 他们在屋顶上奔跑 敏捷得像猴子一样 而这就是属于他们穷人的天赋 但奈何周围的警察实在太多了 眼看他们无路可逃之际 刚才那名女孩发现了他们 他带着三人找到一群鬼火少年 在听到警察在追赶他们后 少年们纷纷伸伸出援手 带着他们墙闯警察射下关键 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 随后弗雷德也赶到这里 并在墙上看到了解密出的数字 是一串电话号码 拉斐尔这时已经打了出去 电话那头竟是一座墓园 而他居然是何希的女儿 他和爸爸曾约定在这里见面 但他却永远等不到爸爸 正在他们闲聊之际 弗雷德也赶了过来 他抓住另外两人来到拉斐尔面前 要挟他说出东西在哪个墓室 尽管他心有不甘 但却不得不实话实说 接着弗雷德命令他们砸墙挖墓 很快棺材就被拖了出来 打开一看 里面果然放满了钞票和行贿账本 他开心地打给副市长 表示自己找到了账本 只不过上千万的钞票不见了 正当他还在暗自窃喜时 浑然没发现女孩已经悄悄摸到了他的身后 女孩拿起石锥砸在他的头上 拉斐尔顺势捡起地上的手枪 上前顶住了他的脑袋 同伴让他开枪 他的手开始不断地颤抖 虽然气得咬牙切齿 但最后还是没能狠下心来 他狠狠地给了对方一拳 然后带着钞票离开了墓园 他们把钱带扔进垃圾车 回到那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 而他们的目的是让这里的穷人翻身 拉斐尔拿着三袋钱来到山顶 把数百万的钞票拌下 穷人们见状立马放下手上的工作 争先恐后地捡起钞票 此时鼠弟也悄悄来到神父的房间 把上次偷的钱十倍奉还 并留下了副市长的行贿账本 神父和助手决定把此等恶行发布在网上 很快各大媒体就开始争相报道 无数市民都在担心拉斐尔等人的安危 殊不知他们早已带着最后一袋钱来到海边 开始了一段人人羡慕的自由生活